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关世界 情论古镜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 也关注未来一年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 观众朋友 全球看中国风向正在变 什么叫它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耶伦以产能过胜质于中国 美国以债务陷阱污名化中国 不但都没有起到反华作用 反而被揭穿了原本的伪善面目 怎么回事 而中美世纪博弈最终局 已经开始了 较量的是什么呢 1978年 邓小平跟李光耀会谈 谈了什么 让李光耀对邓小平大为佩服 视频天下关注请一下 首先 十关世界 十关世界 美国财长耶伦近日二度访华 从头到尾以批评中国产能过剩 来施压中国 并且敦促中国要减少 最近激增的绿色能源 技术和产品的出口 不过中方官员似乎是不为所动 而与此同时 美日非三国元首举行峰会 美国四有意在 美日韩三角框架之外 另搞一个美日非三角框架 而另外澳大利亚表示 2021年成立的 美英澳军事合作协议AUKUS 并没有计划邀请日本加入 但是愿意考虑和日本 在AUKUS的第二支柱之下 进行合作 就在美国和一众 父从国家彼此呼应 为了遏制中国崛起 采取各项行动之际 新加坡一个智库 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 东盟研究中心 在日前发布了报告 东南亚泰式报告2024 调查显示 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间选编 今年有50.5%的受访者选择中国 这个叫去年的38.9% 要大幅增加 美国则是从去年的61.1% 下降到了49.5% 这也是2020年增加这一道问题以来 中国首次超越了美国成为首选 所以时间上 您认为中美之间的博弈 真的是无所不在花样百出 您怎么来看 最近或者当前的这种形式 还有未来的趋势 而中美这一场世界大博弈 最终的较量会是在哪里呢 讲到中美博弈 我大概在比较早以前 15年吧 甚至20年之前 我当时看全球形势 基本上我就看到这样一个大趋势 就是中美大博弈的趋势 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多数人 还没有这样感觉的 那么近年来 我相信越来越多人已经看到了 确实这是一个21世纪上半叶的 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主旋律 而且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了 就这一场这个中美大博弈呢 在时间上它是一个世纪性的 少说几十年 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 在范围上是全局性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会有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 被动的或主动的卷进去 卷到这场中美大博弈里头 那么在方式上是多样性的 你不像中美之间的博弈牵涉到很多 从这个生产到贸易到投资 然后科技 军事方面呢 还有太空 还有这个月球火星 甚至于在地缘战略上 就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 然后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到北冰洋 真的就像你所讲的 无所不在 所以这一场 这个中美大博弈这场局 这个大棋 时间会下得比较久 而且空间是相当大的 是 那我们知道所谓博弈 通常也是比你做围棋 那围棋呢 通常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布局 还有中盘 以及官子 也就是收官这三个阶段 那么您认为中美之间的博弈 现在是处于哪个阶段呢 这个你讲的围棋呢 所以这个就是布局 中盘 然后第三个阶段 就是收官 那么通俗这样 就是三个阶段 你把它看成开局 中局 中局 那第一个中是中间的中 第二个 最后一个中是最终的中 这样也可以容易理解 你刚才问中美大博弈 这个大棋局 现在下到哪儿去了 或者最终呢 会下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谈这个问题呢 就不如从你刚刚前面提到的 那个新加坡那个东南亚 有关的一个调查 开始谈起 那我们就来先先谈一谈 这个调查报告 这是一个新加坡的智库 叫做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 它每年发布一次调查报告 是从东南亚的观点角度 来关注国际形势的 那么这个调查呢 它不是一个全民众的调查 它是锁定一个高端人士 每年的固定度差不多有两千人左右 那调查东南亚这个十个国家 主要的媒体 政界 商界 学界 这个NGO 还有国际机构 这些代表人士 所以相当具有代表性 那么每年的题目基本都一样 但从2020年开始呢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 加了一个题目 就今天我们特别谈到的 就是如果你被迫 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被迫选边的话 你会选哪一边 确实啊 我想这应该也是注意到了 中美之间近年来 越来越强大的这种博弈压力 让周边的很多国家 焦虑感也是普遍地 越来越上升了 尤其是往往要被迫来选边 我想这个范围 也不仅仅是局限在东南亚了 没错的 全球范围现在都有这种 被迫选边的现象 不过呢 因为这个研究院呢 是关注东南亚 所以基本上是调查对象 是东南亚各方面的 一些方方面面 调查出来的这个结果 就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说在被迫选边的时候 今年调查的结果 有50.5%是选择中国 49.5%选择美国 那么中国呢 从去年的38.9一下 增加到50.5增加很多 那么当然 美国从去年的61.1 下降到49.5 那么第一次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被迫选边的时候 是更多人选择了中国 确实让人非常意外 这短短一年的时间 中国和美国这一升一降 幅度都是相当的大 您对此如何来解读呢 要解读这个呢 就回到刚才你前面 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看 这个中美博弈 那么现在已经 这盘期下到什么样的阶段 那么我现在初步的观察呢 我的感觉是这盘期 双方落子都落得相当快 就是说前不久 我们还感觉到 中国跟美国就在中盘失杀 但是呢 以现在最新的形势看来 我稍微大胆一点判断 我认为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所谓的终局 那个阶段 那但是不过是第三阶段刚开始 进展那么快 要如何理解呢 那么要这个解读 这份这个调查报告呢 我觉得有必要呢 简单的对于中国 跟东南亚国家之间的 关系的发展跟演变呢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您指的是说 中新中国1949年成立之后开始 一点没错 让我这边先讲一小故事 就是1978年这个11月 这个邓小平呢 做一个决定要访问新加坡 你知道1978年的12月 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个时候呢 邓小平已经决定了 要换条路走 中国要走改革开放 但是改革开放呢 没有经验嘛 要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他心目中呢 就想到必须要到几国家 大家去看看 就取个金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新加坡 所以在1978年 就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前一个月 他就去新加坡访问了 在我们都知道 这个邓小平在16岁的时候呢 勤工典学嘛 就从中国飘洋过海 到这个欧洲去这个 去读书去了 是吧 那么那个时候呢 是走船运的 船运是经过新加坡 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 青少年的时候 就经过新加坡 也待了几天 当时呢 他觉得这个新加坡 在殖民时候 各方面表现也就一般般 可是呢 最近各方面的资讯 看起来新加坡的表现 都非常出色 所以他就很希望 亲自去新加坡看看 去这个当面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奥秘在哪里 在那个时候 当时李光耀是新加坡的总理 那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想必和李光耀之间 应该有一些很精彩的对谈吧 没错 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呢 对这个邓小平的来访 高度的期待跟重视 所以他亲自到机场去迎接邓小平 那个时候机场 还不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 张艺机场 是一个传统的非常小的机场 那么他在候机坡 这个在等这个邓小平下来 亲自上去握手 双方面就是有个仪式吧 就礼宾仪式 这个仪对的仪式 完了以后 两个人就坐了同样一辆车 然后到这个新加坡的总统府 那么在路上呢 这个邓小平就对李光耀说 我年轻的时候来过这里 但现在看起来这个面包 新加坡完全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你为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的变化 另外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 一定很精彩 而且内容也一定很多吧 内容很多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了 我们就集中在一段 最精彩的一个对话上 那当时这个两个人在总统府 开始谈安天 就开始谈话 从下午开始 那么就这个邓小平来讲 他最关注的就是刚才前面那句话 就是我16岁的时候来过新加坡 那个时候都一般般 那为什么现在表现那么好呢 而且呢 这个再一个问题 就当时东南亚国家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比较疏远的 而且刻意保持比较疏远的 那这个邓小平就问李光耀 到底原因在哪里 李光耀听了以后呢 就跟邓小平说 这个原因就是完全在于你们的广播电台 这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时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国际共产主义嘛 是吧 那中国作为共产主义大国 当然希望能够把这个理念进一步的 传达给别的国家 就是尽量对外输出所谓的意识形态 那么这个让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政府呢 感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就跟中国保持这个疏远 那么李光耀讲了这话以后 他他心里面比较担心 他原以为可能会引起邓小平的不愉快 引来一段不斥 但是邓小平的回应让他感到非常的意外 哦 李光耀听了这个 不 邓小平听了李光耀话讲了 讲了这个说 完全都是跟你们的广播电台有关的时候 他顿了一下 然后就反问李光耀 那你让我应该怎么做 李光耀听了以后 那就说完全把他们全部停止吧 邓小平又想了一下 好 请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这个李光耀回忆录李光耀观天下 这个2013年出版的 在这段回忆录里面 讲了这段故事的时候 李光耀就说 哎呀 这个一年之后 不到一年 这个网络都停 都全部停了 李光耀写了下面一句话 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是这和今天咱们的主题 有什么关联呢 有关联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跟很多国家 特别是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是与时俱变的 什么叫与时俱变呢 在相当程度上 就跟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输出 有相当程度的关联的 明白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在1978年 邓小平和李光耀 见面之前 不少的东南亚国家感到压力 就是跟当时 中国输出的意识形态有关 所以连李光耀都这么说 同时邓小平也听进去了 不是吗 邓小平当时的反应和回应 是让李光耀也非常的佩服 那然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当时这个 在邓小平跟李光耀 这个对话之后 那个广播就停了 是吧 停了以后 这个阶段就过去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 对国外国际的输出 对东南亚输出 这是第一个阶段 不妨称之为1.0 那么1.0之后 从1970年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就开始输出什么呢 我们大家很清楚 很多的大量的廉价的商品 开始涌向全世界 包括东南亚的一个市场 这就是2.0 全世界各国都享受的 中国勤劳老百姓 制造出来的 相对比较便宜的好的东西 对吧 然后2.0之后 现在这个时代也过去了 现在是3.0 输出了什么呢 高端产品 高科技产品 现在已经开始向全世界 包括美国都在输出 对吧 这应该算是3.0了 不仅如此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还是在很多很多国家 包括一带一路 输出了很多基础建设 那么这个本质上 又有一点不同 所以把它叫做4.0 所以中国每一个阶段 输出东西都不一样的 这应该就是中国输出的4.0 也就是第4个阶段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 中国输出 在很多方面开始遭到了一些 反弹和质疑的声音 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 而美国对此又是 非常的敏感 这是为什么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世纪博弈开始进入到了 最终局的博弈 这是为什么 中美之间的终极博弈 究竟会是什么呢 《奇论古今》继续分析 《奇论古今》 全球和中国角度都不一样 毫无疑问的 中国对外输出什么 对于各国而言 这是第一印象 近年来 中国开始输出高端产品 也输出各种基建 却是遭到了一些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质疑 批评还有反制 这如何解读 那时先生 您认为这对中美的 世纪大博弈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而中美世纪博弈的最终局 又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 美国你刚前面提到 对中国很多质疑批评 乃至于各种打压 举个例子吧 我相信大家最熟悉的 前不久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到中国来访问 从出发前到中国来访问 几乎每天都会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认为中国的产品 这个是所谓产能过剩 意思就是说 中国力度廉价的 把各种商品 卖到包括美国在内 很多国家 他认为这是不对的 那么另外一种直言和批评 就是针对中国跟很多国家 进行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的合作 过去都有一个批评 特别来自于美国 就认为中国在跟各国之间 制造各国的债务陷阱 那么类似这种质疑跟批评 所在多有 难免的当然美国就因此 理直驱逞对中国 采取各种打压的一个行为 那么所有这些现象 在我看来都是美国的 折射出来都是美国的不自信 因为美国作为一个霸权 从来都认为 我自己很了不起的 我从来不会被别人 怎么等等的 但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对劲了 所以美国就越来越不自信了 而且很多言行就出现很多事态 讲得更严重一点 有的时候近乎有点行为 是有点歇斯底里了 美国的运势 我们也看到确实是 越来越有下行的趋势 您以为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现在碰到了一个 完全跟过他 他过去完全不同的对手 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那美国现在碰到的真正对手 当然就是中国 因为美国过去的对手 从来就是美国的手下败将 没有一个能够胜过美国的 但今天这个中国 这个对手完全不一样 就美国怎么打 美国怎么对付中国 感情都没什么太大作用 甚至于还被 这个中国在后面紧紧追 而且越追 这个差距越近 甚至于在某些地方 已经开始超过美国了 所以你想想看 美国这个霸权 它怎么能够容忍 这个现场发生呢 所以就出现 我刚才所讲的充分的不自信 这个不自信的状态 已经让美国的很多人 这个讲话都有点失态 有点现实底底了 就是荒腔走板了 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 其中的原委 能不能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 比如说中美大博弈的开端 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呢 我们不妨就简单地回顾一下吧 就是我认为中美大博弈 基本上大概从2010年 这个时代 为什么讲2010年呢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的GDP第一次超过日本 中国变成全球GDP第二 美国第一 那么就出现了 所谓休息底的陷阱 老二跟老二之间 老二跟老大之间的一个矛盾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 奥巴马刚上台没有多久 就开始对中国 采取各种遏制的战略 不过那个时候 遏制呢 算是比较轻的 所以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到第二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特朗普那个时候就发现到不行 光是遏制不行 必须要打压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阶段 美国采取主动 中国相对比较被动 而且确实在实力上 中国跟美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中国显然居于下风 从奥巴马时代 到特朗普时代 美国是从遏制中国 到打压中国 当时中国也确实处于 被动的状态 而且也似乎是处于下风 那接着呢 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中盘 或者中局的阶段呢 我的观察呢 大概就是从特朗普 任期的中间开始 就是当特朗普开始打击中国 中国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还是处在下风 但是没有多久 中国就开始反击了 可以看到 从特朗普的中期阶段 到现在的拜登 总的来讲 中国还是反击了 而且反击的 非常力道非常足 不管是个别的企业 比方说华为 这些都反击得很厉害 就总体来讲 中国刚才前面讲的 输出高端产品 让美国受不了了 对不对 中国输出基建了 也让美国受不了了 所以在这个 进入到中盘阶段的时候 基本上中美两国的形势 基本上有点旗鼓相当 这个让美国受不了了 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的反击 也开始采取反反击 也要想反击中国了 反反击 如何反反击 那美国对于中国 这些反反击效果如何 有用吗 这个反反击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最近这个叶伦讲的那个 批命指责中国产能过剩 就是反反击 比如说这个 债务陷阱这些反反击 这个都是美国对中国 实在无可奈何之下的 一个反反击 你说有没有用呢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用的 基本上没用 看来这个也是事实 我们也看到 美国对于对中国的 反制和打压 从贸易战到投资战 再到最近的科技战 确实是看不出 美国有处于上风的态势 甚至是好像越打越吃力了 但是为什么说 甚至出现了一个反效果呢 这个不但没有什么效果 反而出现反效果 这个所谓的没有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在贸易战上面 从特朗普到拜登 高关税 对吧 搞得好几年了 有没有用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利差 还是越来越大 是吧 投资战 美国限制中国 限制美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 你看到了吗 美国企业还不容易 往中国投资吗 是吧 科技战 现在打得难解难分 中国从相对比较被动 现在打得到旗鼓相当 平分秋色 所以美国根本没占到什么便宜 那我今天讲的 美国反而出现了反效果 倒是另外一个概念 就所谓反效果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美国打压中国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伪善的面貌 反而被这个中国意义的戳穿了 也就是说美国过去 在道德 在伦理 在这个很多方面 价值方面 好像给人家高高在上的感觉 再加上美国自己的包招 所以美国这个欺骗天下人 用这个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面貌 通通被中国意义加以切穿 看到美国的伪善的真面目 能不能再具体举一些例子呢 就再举刚才耶伦讲的那个例子吧 惨能过剩 我相信很多人即便不学经济学的 听这句话都觉得怪怪的 所以美国的一个高官 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叶伦的先生 还是德国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了 他居然能够讲出 毫无经济学常识的话 什么叫产能过剩呢 市场经济本来就这样 这个市场本身的调节嘛 所以我相信 叶伦回到家以后 他先生一定问他 老婆啊 你怎么讲这个话呢 没有经济学常识嘛 是吧 这个叫伪善嘛 是吧 另外呢 我们再看到 就刚才讲的 这个最近不是比亚迪吗 比亚迪畅销欧美 美国搞的这个 后来就 就干脆说我们就停止了 不搞这玩意儿了 继续搞燃油车了 你还记得美国欧洲 早几年的时候 不断讲这个气候变化 要节能减碳 这个中国你必须要努力努力 现在中国表现得很好的 美国说我放弃了 不是这叫伪善吗 标標准的伪善 是吧 再讲到这个 所谓刚才讲的债务陷阱 所谓债务陷阱 就是中国跟各个不同国家之间 在基本建设 基础建设上面 定定的一种合作 企业 这是双方面 两项情愿的 哪有什么陷阱不陷阱啊 并不是保证 每一个投资都能够 百分之百获利的 你不能拿一个失败的例子 就是说债务陷阱 是吧 你可以看到最近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跟印尼之间的 亚万铁路 亚万高铁 还有中国跟老挝之间的 这个中老高铁 那么现在看到 周边的国家都开始羡慕了 越南啊 马来西亚啊 这个新加坡都开始要 加快速度 要建中国的泛亚铁路网了 就是说 就美国的一些伪善 现在都一一经不起考验 所以可以看到 美国过去的 道德方面的一些伪善 现在都丢盔弃甲了 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来讲 是最大的伤害 就是说美国就得不偿失 产生了反效果的意思 这的确是会让美国感到尴尬 过去的道德伪善 现在一个又一个的 被中国这个新对手 给一一戳串了 没错 就美国今天跟中国博弈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代价 就是你刚刚说 前面提到的 因为美国的这个 从深层次看 美国为什么会 让现在全世界看到 它的真面貌 因为美国的这个意识形态 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名词 叫昂格鲁萨克逊 叫昂萨资本主义 它不但是一般的 不光是资本主义 它还是昂萨资本主义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基因 跟本质是什么呢 是掠夺性的 侵略性的 扩张性的 或者是霸道的 但是呢 美国这种 比较遏制的这种基因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在美国的 比较这个 很出色的包装之下 就是公平啊 自由啊 正义啊 博爱啊 等等 包装之下 欺骗了全世界 但全世界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看美国就是高达上 就美国就是代表着这个道德 代表着就是这个伦理 可是呢 现在进不去考验 对不对 在跟中国博弈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 美国这些价值跟伦理 从而丢回去下 所以我认为美国 最大的这个代价就是这个 那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很重要 以后有机会呢 我们再进一步把它展开 那么相对来讲 中国给现在全世界各国 给人什么印象呢 中国现在给全世界各国呢 就输出了 不仅仅是这个一带一路的基本建设 还输出各种价值呢 什么价值呢 就是中国向全世界提出 全球安全倡议 怎么样能够让全球变得更安全 全球发展倡议 怎么样让全世界能够更好的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 怎么样让全世界各国 能够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文明 还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这些概念都是正能量的 都跟美国相比的话 完全就是一种反差 对吧 所以我认为这个呢 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 中美大博弈的新的趋势 这样分析下来 中国和美国的形象和作为 这反差确实是越来越大 也难怪美国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呢 是觉得越来越难以容忍 因为一直以来的价值 还有道德伪善 都在主意被揭穿 那所以美国现在 暗撒基因为核心的 这个真实面目 也被更多的诗人给看清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特别讨论 或者这个评论这个东南亚 那个就是新加坡那个智库 说这第二条报告 所以东南亚国家呢 显然开始改变对中国态度了 从最早第一阶段 是吧 1.0阶段 跟中国保持距离 然后到2.0 3.0阶段 中国输出越来越多商品 然后到最近的高端商品 但对美国来讲 他可能羡慕嫉妒恨 是吧 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 这个是很好的 建高铁有什么不对 所以慢慢开始改变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 所以随着中国不断地输出 1.0 2.0 3.0 4.0 这样到现在5.0 输出更多的价值 我相信在全球 中美大博弈上面 中国会慢慢取得 更多的上风 所以中美世纪大博弈 这样分析下来 不同的角度 也带来了不一样的启发 那么从中国输出的角度 您分析了有五个阶段 那在五个阶段之后 还有没有下一个阶段 如果有又会是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 评说新语 今天石先生要讲什么话题呢 中国输出的6.0阶段 6.0阶段又是要输出什么呢 照我们刚才前面的说法 因为中国在过去 几十年时间里面 不同阶段输出了不同的东西 也因此让中国跟国陆关系 出现了一些变化 是吧 也因此改变了世界各国 包括东南有国家 对中国的形象 照刚才说法 我们中国输出第一阶段 就曾经输出过意识形态 那么这个在国际间 包括东南有国家 是感到有点犹豫的 所以我们都刚刚讲过了 但是到1979年改开放之后 第二阶段 中国输出的是 越来越多物美价廉的商品 我相信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对中国的形象 才开始调整了 到3.0阶段 中国输出已经不是 第一年物美价廉 而是比较高端的商品了 包括现在我们高科技产品出来 大家就说 中国不简单 过去都是给大家印象 都是非常这个廉价的嘛 现在高端的 那么接下来4.0阶段 就是基础建设了 就一带一路了 所以这个除了像美国这些国家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之外 大多数国家都是很欢迎的 那么在接下来第五个阶段 就是我刚刚讲了 中国已经输出价值了 中国已经愿意做一个负责任大国 向全世界提供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 包括怎么样保障全球的安全 怎么样保障全球的发展 促进全球发展 怎么样这个促进全球的文明 这是5.0阶段 那么接下来还有第六个阶段 6.0我认为中国会输出什么呢 输出的是文化 这个中国的文化 咱们中国人很清楚 那有没有外国人不清楚 尤其像美国这种 这个历史比较短的这些国家 他们对他们自己都了解的很有限 更何况对中国了解更少了 但中国的文化莫大精深 对不对 那么对全世界来讲 我们不谈对类 对全世界各国来讲 世界大同 天下为公 天人合一 这都是中国文化中 非常非常多 非常精彩的内容 但全世界呢 世界各国基本上不太了解 所以我认为 当全世界各国知道 中国有这么多的文化 而这个文化不但是 中国本身的一种资产 而是全世界人类 共同资产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开始了解 认识中国文化 而且去欣赏中国文化 那个时候 全世界对中国的印象 来自于全世界对中国的关系 就会比现在更进一步 那么到那个时候 我相信 中美之间的博弈呢 就会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 在第一个阶段 中国是除了下风 在第二个阶段 中盘阶段 中国跟美国扯平 这个评分清晰 那么将 现在就开始进入到第三阶段 现在是第三阶段开始吧 所以我们 又可以更高的 更好的一个期待 视频天下 关注一下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先生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